这个男主明明只是个肉盾 然而一旦将他忍毛 他的攻击就堪比狂战士 连实力强大的魔王都得被他按在地上摩擦 就在刚刚 男主成功找到魔王葛丽德 并且上来就让对方投降 葛丽德拒绝了男主的要求 并给男主展示前往小镇上的大量魔物 而拥有无限点数的他能够源源不断地召唤魔物 击溃小镇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听到这男主一怒之下怒了一下 也在这时 葛丽德发现男主身旁两个人造人 看着自己的作品得到成长 葛丽德也是感到相当愉悦 当即邀请露娜回到他身边 露娜果断拒绝了 话音刚落 葛丽德直接原形毕露 随即冲向男主上去就是一顿欧拉欧拉 好不容易顶开对方 结果绿毛偷袭不成反被打倒在地 眼看绿毛做好了复死的准备 男主当即就禁止他参加战斗 因为他不想看到有人因此牺牲 话音刚落 葛丽德就发起了偷袭 但好在尼恩两人及时展开魔法盾挡下了攻击 以及绿毛两人得手 葛丽德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男主也是连忙上去为其戴上能封印力量的手铐 而在小镇上 众人在亚蒙的帮助下 成功挡住了大批的魔物 看到这一切的男主感到很是欣慰 也在这时 他发现了葛丽德身上代表人造人的模式 当他意识到事情不对劲时 身后突然出现的攻击打了男主一个措手不及 这时真正的葛丽德正式登场 而先前男主打败的只不过是他的一具人造人分身 双方一言不合再次打了起来 随即与葛丽德展开搏斗 对一喘息的男主当即调整状态 经过不断的挨打 男主也损耗了大量护盾指 于是趁着莉莉拖住葛丽德的机会 男主成功使出生命转换击中了对方 怎料硬扛下男主最强一击的葛丽德竟然毫发无损 无计可施的男主只好将魔力注入全身 顿时身体得到了大幅度强化 并且成功击伤了葛丽德 然而下一秒男主就被打翻在地 看着重伤倒地的同伴 以及快要被杀死的露娜 男主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紧接着一拳揍飞了葛丽德 此时男主的脑中只剩下破坏一切的念头 在诡异的力量加持下 男主很轻松就把葛丽德按在地上疯狂暴打 就在这时尼恩喊起了男主 陷入癫狂的男主此时已认不出尼恩 并打算一并杀掉 怎料尼恩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直接给男主抽醒了 但很快男主就再次陷入狂暴状态 在意志的抵抗以及尼恩的呼唤下 男主这才完全清醒过来 紧接着拿起盾牌 为了让男主死心 格丽德播放起了小镇上人们战斗的画面 殊不知这样做却反而害了自己 得益于播放的画面 男主的牺牲之盾成功识别到了小镇上的众人 随着众人感受到了男主的牺牲之盾 就这样男主转移了大量的护盾损耗到了自己身上 在击败格丽德后 男主也为小镇上的众人带来了将迷宫摧毁的好消息